可以看出来今天的情况有点特殊 这是我独享的moment 上次我们说到圣灾连用两次天狱门这种绝杀大招 将盖亚布兰德的魔王成功干死 之后圣灾也因天狱门的反射王 庆幸的是在第二天狱门吞噬魔王时 把连锁魂破坏阵也一并吸收了进去 这才使得圣灾门能魂飞泼散灰飞烟灭 于是便有了接下来利斯塔再次召唤圣灾 一起攻略他们曾经失败的世界 伊克斯福利安 而这个世界已经从曾经的B级上升到了2B级 2S级 因为曾经达到勇者毁灭世界的魔王 受到了来自邪恶次元的恩惠 而且这个恩惠还不只是对魔王 住在伊克斯福利亚所有的魔物的力量都会得到加强 达到其他异世界魔物望着莫及的水准 挑战的对手变厉害了也就算了 关键是现在的利斯塔无法在伊克斯福利亚使用它的女神治愈技能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来自自身之神的惩罚 不是因为开车 请在座的各位老司机收起你们脑中正回荡的掌声 制身之神惩罚利斯塔 主要是因为当时利斯塔就圣灾行切 直接通过门移动到了对战魔王的最终战场 这就严重触犯了神界的规定了 另外他在给圣灾治愈天狱门反噬时呢 开了挂 请求完全解放他的治愈神力 虽然最后他和圣灾拯救了盖亚布兰德 但是来自自身之神的惩罚是逃不掉的 这次攻略2S级X福利亚呢 其实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惩罚 而自身之神再剥夺掉利斯塔的知语全线说白了呢 其实就是在想方设法的证明圣灾牛逼 圣灾血多 压根就不需要利斯塔给自己加血啊 而且这次依稀斯塔大人呢 也帮不了他们预知未来了 当然这里有老太太自身的原因 也有来自魔王的方案 总之这次攻略比上次看起来要难 注意这里咱们用的是看起来要难 就算我不剧透 大家也心知肚明 最后圣灾KO掉魔王谁心里没点逼输呢 大家主要看的是那么女主男主如何了 骚 作者操作有多骚 怎么骚 话说利斯塔再次召唤了勇者圣灾 因为是特例 圣灾一世界的记忆并没有被消除 而且还回忆起了当初在B级时 伊克斯弗利亚世界的往事 他和利斯塔的前世 你弄卧弄 恩爱虐狗 然后骗进去杀了就走 正是因为这些难忘的回忆 所以这次被召唤之后 圣灾对利斯塔的态度那是180度大壮啊 一改从前的冷淡 严厉和暴力 满满的都是温情和爱意 当然这并没有持续太久 毕竟他们的立场和身份限制了他们 女神和勇者又不可以为爱鼓掌吗 可这种柏拉图式的恋爱谁能长久 可人家之前不是呀 好 现在他又有了之前的计 你说人家痛苦不痛苦 究不纠结 当然一切都是以攻略新2S级 伊克斯弗利亚为重 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被魔王所统治 那里的人类不是沦为魔物的奴隶就是宠物 更惨的甚至被当作玩物或食物 就这么说吧 那个世界现在随便一个魔物 什么猫啊狗啊的兽人啊 都是30多几起啊 有多猛呢 攻击力基本上都是3万加 大概可以相当于当初盖亚布兰德的四大天王级别 咱可以想象一下 既然这个世界猛的如此普遍 那要是出来一个稍微高级点的 是不是比盖亚布兰德的魔王还要牛逼呢 但是麻烦的并非只有对方的猛 还有他们手中的武器 连锁魂破坏 想当初在盖亚布兰德这玩意可是稀罕货 除了魔王那就只有战地拿出来过了 而且战队的那把士神之剑还是魔王给的 戴在这里呢那就不一样 拿着他追着圣灾砍的那就大有受贷了 而他们遇到的那个世界的第一个受人就是戴着这玩意的 那场面生猛生猛的 而且还是猝不及防的那种生猛 你说闹不闹心吧 毕竟开圣中久了就都被圣灾的圣中给圣中惯了 但是这次在圣灾还没有修炼准备好去战斗的情况下 李斯达呢就叫出了那个世界的门 虽然他只是想更好地调整门的角度和位置 但就着他信心十足打着包票说道 不用担心我有布下强大的姐姐 绝对没有问题时 门自动地打开了 而就在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门内已经站在一头榔头受人了 现在你知道对面世界的实力有多强了吧 瘦家有高人啊 应该是高瘦啊 他就算好了你会把门开在哪 然后派瘦直接就拿着连锁门破坏的武器在那里hold着你 不过还好这个瘦人比较有礼貌 进门还打了个招呼 幸贵一次元的女神大人永别了 说完才动爪伤人的 你想啊你细想啊 要是没这客气的寒暄 这次肯定又是天然木的挑战失败了 不过当时也亏得胜灾眼疾瘦快 一个大不流行上前就生母地扑到了李斯达 这才让李斯达躲过了原本狼人怀想他脖子的凶刃 但是中招的圣灾却失去了意识 就在狼人打算再向圣灾发动致命一击时 一旁的军神亚代涅拉出剑相救啊 虽然军神出手最后还使出了权力 可结果呢 狼人也只是断了一只手砸折而逃时留下一句 算了没差 反正我已经留下了爪痕 这爪痕那可就讲究了 圣灾一醒来呢 直接就拉着女神急着要去伊克斯福利亚 李斯达居然没有阻止 直接就开了门两人就去了 不得不说心震大了 结果到了那里才发现 圣灾是完全没有之前的那种慎重镜的 出发时也没有说往常的那句一切准备就绪 而是总会有办法的 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圣灾呢 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慎重俑者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那个狼人给他留下了爪痕 让圣灾陷入了大困难状态 现在的这个他和曾经这个世界失败的他一样 不慎重 没有完美准备就绪啊 而是总会有办法的勉强 但就算这时的李斯达想明白这些 他们也已经回不去统一神剑了 因为邪恶之徒的魔力正在发动隔绝次元币 只有打倒发出魔力的失数者 或者呢 破坏让门中墙出现的魔导具 堵住他们回统一神剑的墙才会消失 而现在在他们屋外呢 是一个兽人的城镇 两个兽人正昂首阔步 各自用锁链牵连着趴在地上的全裸人类 那是他们的宠物 看到窗外这一幕的李斯达内心应该是相当的不安和恐慌吧 而一旁的圣灾群若无其事的嚷嚷的要去战斗 这心那就不是一巴的大了 那么接下来他们又如何化险为疑呢 是放手一搏自求多福 还是蜜语贵人风凶化吉呢 这里是他 记得点赞三连 下期再见 拜拜 今天前面你没出镜 小伙伴肯定 八卦了对吧 就是把狗骗进来杀 好 我知道你要刷什么 臂没了对吧 你臂没了 对 你臂没了 不要了 留个赞 下期再见吧